早前澳门电讯流动三机和互联网服务等大瘫痪超过6小时 租用澳门电讯专线服务的电讯公司数码通 在网络瘫痪期间三届服务也受影响中断 打算向澳门电讯进行索赔 就连澳门合计电讯的互联网服务也一度受到影响 但只属于个别事件不会追究澳门电讯 话音、SMS其实都运作正常 只是上网速度比较缓慢一点 是那个时段 用他们的专线 如果他们专线有问题 我们都相对是会有影响的 另外早前政府决定增发两个固网牌照 何其表示有意镜头固网牌照 不过对于政府要求新的运营商在货发牌照18个月内 铺设管道和保证覆盖率 认为时间相当紧迫 18个月有30几个%的覆盖 接着5年有70几个%的覆盖 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难度来的 因为你说顾望牵涉要挖路 要铺管道 你知道在澳门街挖道是多难的 如果万一政府不配合 其实就是未必达到他的要求 胡伟明又说 当局在管道的使用和资用价格等资料 有限清晰 仍有待研究 但相信未来电信服务的收费可或下调 欧阳卫视蔡配信李冰冰 澳门报道